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这次秀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让我觉得有很多的意外在里面 因为在一个雪山这样的一个室外的一个场景 然后就出现银色金属旅行箱 并且银色也运用在了不同的单品上 真实中很多事情是无法去做到 因为这个镜头一看就是拍的是非常复杂的镜头的运用 包括演员舞蹈的整个的这个编排走位的编排 这很大一部分是无法在现场能够去实现的 因为现场你要考虑到观众场地 然后各方面 然后每个人的眼睛都是一个 独自的一个镜头的一个角度 有一个飞机造型的包 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还有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衣服 我非常喜欢 那有一些比较Hipop一点的 比较街头的 也有这种正装外啊 这种非常非常多好看的这个 Fedora这种帽子 然后有很多这种头巾啊 看他们的佩戴 头巾当然可以当头巾也可以当丝巾 很多搭配的方式 那这次的颜色 里面有很多绿色的 比如有绿色的LV Trainer 跟银黄色的Keypop旅行带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也看见有很多造型感的墨镜 跟前几季百万富翁墨镜的款式很相似 但这次更夸张更时髦 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自己就非常喜欢音乐 然后他自己也是个DJ 然后他也非常喜欢音乐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像我之前也有说过 就是音乐跟潮流 其实是不分家的 我认为 因为它是不断根据时代 在向前在创新的东西 因为当然现在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不能去到巴黎 不能去看这个现场去看这个秀 但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却让我觉得它其实没有减分 反而会就是有家无减的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我非常非常的认可 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次整个秀的呈现 所有的演员的这种配合 所有的服装的 所有的造型 所有的故事 所有的感觉 所有的音乐一切 我觉得真的是满分 对 所以我想对Vilo说 就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牛 非常非常棒 Yeah Respect